DAC 2022 ICT PIVOT 1A MC 第一题 这题今年只有39%的考生是答对的 一部电脑收到三个Data Sequence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是一个8bit的bit pattern 说明每一个bit pattern都有一个priority bit 但他没有说明是odd或even priority 刚刚也说了这里其中有两个bit pattern是corrupt了 即是在传送Data的过程中是损坏了 刚刚就问了究竟这三个bit pattern哪两个是坏的呢 哪一个是好的呢 另外究竟他用了odd priority还是even priority 这里我们首先了解了odd priority 其实就是那些bit pattern里面的1的数目 就要维持在单数的 如果用even priority 1的数目就要维持在双数 所以这里我们就算一算1,2,3,3的pattern 它们1的数目究竟分别是多少 接着看看哪一个是单丁的 第一个 0101,0111 这里总共有5个1 第二个bit pattern 1101,0101,245 都是有5个1 第三个1,1110,1011,246 有6个1 留意现在题目说明有两个是错的,坏的,corrupt的 正事物很单丁的一个化对 所以结论就是第一个和第二个都应该是corrupt了 这条条法我们曾经有两个五,一个六 六是单丁,所以单丁是好的去判断三是对,一二是错 三是对,因为六是双数,所以我可以用这个判断 它是用了even parity,即是一的数是双数就可以了 如果一的数是单数是五,那就不可以 所以答案corrupt的两个 sequence 是1和2 另外用了even parity 所以答案就是a for apple